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庙会热闹的气氛 使宗教活动结合表演艺术的功能 在台湾传统艺术 也附属了在我们的宗教里面的活动 所以公益美术或者是表演艺术 都与宗教紧密的结合 而且宗教信仰也是传统艺术 最主要的支持者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主持 也是我们台中裸骨队的 总队长袁毅法师 袁毅法师你好 主持人好 所有观众朋友同修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提到了我们台中的裸骨队 我们的总队长 真的是今天非常的忙碌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着问世 但是操控一定要来宣扬一下 我们台中裸骨队的殊胜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台中裸骨队 就是说成立的宗旨到底是什么 裸骨阵我们听到这个名称 就知道裸骨就是非常振奋人心 也展现天威的意思 我们每年台中道场 都要在老祖的圣诞 这个水路大法会 要恭迎中旗 带领着所有有缘朱铃 同修的祖铃 以及护法神将 在台中道场修行朱铃 以及台中道场 往昔以来所结缘的朱铃 要带领他们回去 总本山朝圣 以及参加水路法会 要去参加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裸骨阵 来助天威 这样子来带领着这个宗旗 来回总本山来朝圣 再来就是我们第二个目的 就是每次有遇到老祖的圣诞 或是法会 我们要展现老祖的天威 所以我们用裸骨阵来起谈 也就是用裸骨阵来召告天下诸领 说然后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了 所以说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 宗旨一方面来展现老祖的天威 一方面高照十方法界 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法事了 我们这样子来展现 所以您刚刚提到荣历三月二十六号 我们都知道这个裸骨阵 好像就是这么样的神威 这个裸骨阵的证人心 而且这个神佛诸佛菩萨 那我们来供养它 听说裸骨阵也有是辟邪的功能很大 但是有一点我想很多人想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是集合在台中道场 然后跟裸骨阵一起上去吗 还是我们在我们的总本山 等着这些中期回来 我们总本山每年的这个大法会 就是老祖的圣诞 农历三月二十六号 所有的道场 四十个道场 是 所有的中期都要回去 是是是 当然在总本山它有 这个诗 武诗这个诗队 是是是 这个省诗这个队 以及他们那边也有裸骨阵在迎接 是是 但是我们从这里出发 我们也要用裸骨宣天 来祝天威 是 来恭送中期上去 是 我们要恭送上去也不是说 一开始就 一演奏就上去 不是的呢 我们要先 先裸骨阵要先演奏 现在要上三里前 要回总本山里前 在这里起码要有三十分钟之四十分钟的 监控阳 裸骨阵的 这一演奏 是 这样是一方面 所有的诸佛菩萨都知道 是是 所有灵界都知道 是 也让所有的诸领 感到非常的伐喜 是 充满了这个振奋人心的这种音乐 这种裸骨的喧天 这种正式 让他们充满了喜悦 来参加 回总本山朝圣修行的 这整个行列 是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今天难得邀请到我们裸骨阵的总队长 来到我们今天 所要访谈的这一系列的资讯 让大家知道 但是呢 我想就是说 因为你是总队长 所以裸骨阵的书胜 请你开示一下 并且呢 请我们的圆异法师呢 也来向这些 有兴趣来参与 裸骨阵的这些的学院们可以来参加 还有呢 您现在已经是裸骨阵的队员呢 多做个鼓励好不好 我要来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请示老祖 请示祖师 我就起一个卦 说 裸骨阵对修行的吉凶 也就是说你来参加裸骨阵 也就是说这个裸骨阵 到底对我们在维新圣教的修行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维新圣教就是注重大家来学艺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嘛 是 裸骨阵它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一部分你来参加 不管怎样子 我们裸骨阵就是能够助天威 宣扬天威 宣扬老祖的天威 也同样的来振奋人心 振奋所有株灵之心 让他们能够像老祖书真的 旋风涌震这样子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 就是要精神饱满 就是要有灵光光强 裸骨阵一敲下去 就是灵光光强 所有的灵界都振奋起来 所以你来参加裸骨阵 就是有这么好的事情 能够消灾化解 能够让观鬼洞化子孙来回头课 同样的这也是裸骨阵的 他的功德 他的殊胜 裸骨阵就像是一样的 就是以身供养 就像我们的诵经一样 诵经团一样 那以身供养呢 刚刚我们言语法师已经开始了 其实它有化煞曲血的功能 再来就是因为以身供养 所以说供养我们的生活 其实威德是很大 而且功德也是很大的 是我们可以知道 裸骨那个声音 一敲跟放鞭炮一样 比鼓掌还大声 鼓掌都可以化煞的 更何况如裸骨阵 所以说我们来参加裸骨阵 就是也是你的布施 也是你的供养 供养法界 供养诸天 供养诸灵 所以你要参加 就是你做一个布施 无畏施 功德是齐天的 所以说我们大家 共同来扶持这个裸骨阵 是 我们知道有些学员 已经学习了很久了 那就是从加入 都一直没有放弃 但是有些人呢 想要来参加这个学习 我们这个裸骨阵 又是担心啊 不晓得学了会不会啊 对这个裸骨阵又不了解 所以很多人呢 目前都还没有踏进来 请你鼓励他们一下吧 好啊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来参加裸骨阵 其实是不会困难 任何事情就是怕有心人 我们来参加裸骨阵 我刚才讲了 你一想到说 这个是一种布施 是一种供养 是一种功德 是一种消灾化解 是让你能够增加福分的 那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大家共同来扶持 祝各位 是是 所以现在我们邀请 园语法师 也就是我们裸骨阵的总队长 一起来欣赏 我们裸骨阵 他在练习的时候 精彩的画面 给你帮忙 我相信刚刚大家欣赏到了 我们台中道场的锣鼓队的表演 虽然只是短短了一分钟 但是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大的感触 真的练习就像表演一样非常棒 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 锣鼓阵资深的老师 指导老师赖定赖老师 赖老师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赖老师 我是赖老师 是 我知道一个人说 活到老要做到老 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 但是我们台中道场的锣鼓队就是 出自于赖老先生的教授传承 传给了他的爱徒 也就是蔡正吉 蔡老师 蔡贤士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来专访了就是 我们的赖定赖老先生 赖老先生 怎么可以请问你今年几年了 民国十八年 今年我们台湾区是八八九 哦 算九十区了 哇 难得 难得 行得要很好 不过我那天看你的龙国感觉 知道航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真正是你按几年开始讨论这些打狗 哦 这也是 这也是甭说啊 这生那些鸭到我们那些鸭 我们阿公的手来 是 我们四十 我的老婆大 是 二十四十 我是文官鸭没对啦 我们四十他们就是 会这样得到月份 我们阿公就是 在桶果啦 我小時候會鬧 我想說 人家有說一說 大行長期就要對這個狗啦 大行長期就要對這個狗啦 我小時候想說 心肝跟祖書 就說我沒有狗 我的狗如果大家就 整個狗都 我如果走到那裡就要對到那裡 我心裡就像這樣 是是是 我怎麼說一說 你盡量給我狗狗 我以前也說 你敢不讓我悶悶 我說我不用 我狗狗就好 我就整個從狗下去 所以都差不多跟狗狗有關 對 我請問你就是 你現在 我那天有聽你說 你有收很多豪華 就是這個學徒 大概現在都要收過幾萬歲 整個六萬歲 所以當中有六萬歲 六萬歲 所以現在有很多學生都在外面 哦 我們那些人家在家的時候 後來都比年比較少 哦 哦 是 是 比年比較少有時候有些時間 是 我在家在家在家 我在家在家在家 是 我年輕家在家 那大家都 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三十五萬歲 大家也都想整個五六十歲 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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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已經都沒有了 哦 是 所以 所以 很高興就是說 你這便又在我們的台中 大廠住家 來做 記得 很難抵抗 不過我想說 要請問你 就是說 我們樂股店 要學習的時候 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在哪裡 哦 對 他這個年過 跟這個 打這個三冰螺子 三冰螺子 人家打起來 會漂亮 今天過去 有故事 我看就要 哦 啊年過是什麼 年過是什麼意思 年過就要練 就像是 整個的這把 浪漢浪漢 你那浪漢 那西瓜就浪漢浪漢 你浪漢就西瓜 浪漢浪漢 你浪漢啊 浪漢浪漢 你浪漢 那就是年過 哦 就是說 有些花俏 對 對 對 要打出花俏來 這個鼓聽起來 就不會覺得 好像很死板 像他們在浪漢 就打說 七七看 七七看 這樣就四股 你如果七七看 七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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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是有年過了 有刮那個美術 是 所以 賴老師一聽就知道說 哦 你們現在呢 還不成熟 打的鼓就是這樣子 等你很會打的時候 你的鼓呢 就會有花俏出來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 不過就是說 我們要認真聽 我們有朋友 看 手啊 頭上自己會變 自己會變 像七七看 打起來人會打 七七看 七七看 這樣打就只七七看 七七看 這樣要自己聽也會慢 所以頭上自己也要轉變 是 所以其實哦 我們學任何東西就是呢 要熟 熟就能生巧嘛 所以這也是呢 我們學習任何一件事情的一種過程 但是我相信哦 要像我們的賴老師 或者是現在我們的指導老師 我們的蔡老師 蔡正吉啦 如果說要像這樣子 二十年而已哦 所以不簡單哦 所以怕夠有那個神情嘛 那怕夠有那個標情哦 就是很篤定對不對 對呀 那會入腦 那不可以打到半島 叫做長十年 是 那就效應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說要專心啦 對 不可以打呢 手在打 心肝在想 心肝在打下去 叫做長十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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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內行的你們來聽就知道了 知道了 是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賴老師呢 他有提到 這我們是資生的羅古正的老師 他曾經提到說 打鼓有兩種方法 到底哪兩種方法呢 賴老師 怕夠有兩個方法 嗯 怕夠 兩個方法 對啊 要有兩種方法 要有兩種方法 多半跟四半這樣兩種方法 只有這兩個 對啊 要多半這樣 我聽到四半就不聽聽了 四半就像我們小孩在白飯 不過是這樣 我那天看他們的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你是打鼓嘛 你打鼓給他們對 那還有別人的東西 譬如說 還有用弓的螺 還有用手把的那 對 你要牠要打鼓 大行長期就要牠要 是 是 牠要打鼓就牠要 你如果大行長期不牠要打鼓 牠要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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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去翻車牠要打鼓 那沒有好朋友 牠一直跟我們 給我們的螺子裡的人 一個人牠要打鼓 那好朋友 因為要賺錢 要減一腳 來把五點滑 來我門口等下 等我 我騙 把牠帶去翻車牠 去翻車牠 我就說 古怪 只要我們三個 一頂過 最多也要五個 等待牠要不來 他說 欸 哪邊來 哪邊來 牠翻車牠 牠翻車牠 客官吊兩個來 是 我就整天落跑 時間要夠了 我就整天落跑 說 我來尿尿 就讓牠先打鼓去吃頂 所以我們也要吃頭腦 不然你讓牠要賣 是 我就先走邊 就讓牠先打鼓去 嗯 人家說 比較快 時間夠了 來 我就來 我 拆拆給牠 看牠 顧牠 沒人坐 也是要留給牠 對 要留給牠 我就說 因為 我們這些先拜 你們都 你們的費所都比我多 這應該你們要坐 你們哪有辦法 他說 那我不要 那我都不要 我們都溫兵 是 是 我就心就放開 對 人家有給我們尊重 對 要牠 牠牠牠 牠牠牠牠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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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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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你在說我們核實 核實這個打鼓 我們不能勉強 對 不能勉強 為什麼 你不能打鼓 不能 要讓他自己生主緣 那如果是說 我們就沒想要學 我們不要給他勉強 是不是 你不想你也沒想給他勉強 打不來 你讓你跟他說 叫他聽 跟我新的兄弟一樣 以前我們保產 那是不肯定的 保產 這句蠶像我們四角的 你如果做財富的人 十八到蠶的時候 你這個給他看 這棉頭給他看 驚光幾乎 這棉頭來驚光幾乎 可是說這個蠶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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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你就要看他就走 我們要保底的要批圓 要批圓圓圓 六張 會簽三張 對三張圓圓 或者這段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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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你覺得蔡正吉 蔡師兄學到什麼樣 他不會啦 因為我不敢給他嚇 真的喔 他的人 他的人也欺負他 雖然說派生地 他對我很尊重 是啊 是 他不會啦 所以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跟隨我們的蔡正吉 蔡老師 也是我們的閒事 跟隨著我們的賴定賴老先生 也是賴老師學習有20年的時間了 現在就是專門來指導我們台中道場的 我們的羅古隊 我們待會兒也有一系列的訪問 今天謝謝我們的賴老師 謝謝你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訪問的就是 資生的羅古鎮 指導老師 賴定賴老師 我們也一起來欣賞 我們台中道場的羅古隊精彩的練習 祝福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待會兒 我們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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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